大家好 我是游子 哎呀 种了大半年的 这个芋头了 两个月之前嘛 我摘了一盆 我可以把这个视频连接放在下面 这是第二盆 我一共种了两盆了 那我种的时候呢 这个芋头是朋友在超市里买的芋头送我的 然后发芽种的 今天我就要把这一盆 也把它拔了 它自己边上长出来一颗卷心菜 但我看看它也长不大 所以就算了吧 我把盆倒过来 把它 泥土全部都拔出来 然后 我把这个芋头啊 放在水池里边 让它泡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因为那个芋头沾了好多泥 你看 有些有的发苗了 我就把这些发苗的留在外面 你看有那么多发苗的 如果想种的话呢 我可以 每一盆放两三棵 我自己弄了一个小盆 现在因为没有大盆 因为所有这些土啊 你不能重复种的 你必须得用新的土 这个老的土呢 我就今天准备 种 人生果 第一批 就是泡的这个土啊 我把它放掉了 让它清洗一下 再泡第二次 第二次只是清理啊 也不是说要泡 每一个都把叙叙啊 或者些 一些老的皮啊 都把它清理 哎呀 没想到 也给我种了这么一大盆啊 吃一顿 嗯 有可能都吃不完 至少得吃三顿吧 想想半年 种了两盆 嗯 还算不错吧 如果你愿意种的话 真的也是很省力的 只要把底肥 加足了 就不用去管 浇水就好了 我用的是棚栽土跟 堆肥土 一大盆是堆肥土 所以 没有去 化什么力 但是它长出来的叶子 好漂亮 看看 洗好了 它就是这样的 个头 比我第一盆的 大 而且也多 第一盆我是收了早了一些 其实还可以让它长一下的 我现在没有大盆 正好有一盆小盆啊 我就把刚刚 洗出来的那个小苗 挖了两个坑 种了两棵小苗 还有差不多 8棵苗吧 看看朋友里面有谁想种 我先零食 种在这个盆里面 浇一点水 这是 倒出来的土 这些土啊 都是堆肥土 因为我都能看得出来 它有的鸡蛋壳 还没有碎呢 这个土种过芋头了呢 就不能再种芋头了 所以呢 我得把它 嗯 加些肥呀什么的 我准备种那个 人参果 因为我有两棵那个人参果 在一个盆里啊 中的已经太极了 有点发黄了 它必须得移栽 我因为没有盆了嘛 所以我必须 把这个芋头 也是太久了啦 把它弄出来 然后这个盆 我就可以种 这个人参果了 人参果呢 是开始的时候 就是 加了肥以后啊 最好在它开花以后啊 再追肥 所以这个底肥呢 我已经加好了 现在我只要把小苗移进去就好了 土放满以后呢 我就先浇一点水 然后呢 再把人参果苗 种下去 你看 这盆人参果呢 我是插枝了两棵 结果两棵都活了 所以我现在必须得把它移栽到棚里了 这棵小苗其实很壮 种下去以后 我再浇一点 花苗水 这样 这个小苗就种好了 你看它有一点点发黄了 就是营养不够了嘛 那另外一棵呢 我就准备 把我那个鸡猫菜 明天把它拔出来 然后那个盆 加点肥 就可以 种另外一棵了 现在我先把这一棵放点土 再把它种回一秒盆 也放一点水 这样呢 随时随地我想摘再摘 然后我再看我这片儿菜啊 我突然发现它后面怎么 有一棵倒了 我把它拔起来 哇 它已经给水呀 腐烂了看到吧 那个根其实很大 长得很好的 哎 就是因为太多水了 然后你看看这个 然后你看看这个 它中间那个儿 都已经长出来了 哎哟太可惜了 我把它清洗了一下 你看这个儿啊 就在这一片片的 叶子里面 这两片叶子就不要了 已经很老了 我切了一些 你看这些都是儿 我又切了一刀 都是软软的 就是 它已经都不行了 腐烂了 但是上面没有腐烂 所以每一棵都有儿菜 所以每一棵都有儿菜 另外 我还拔了 一棵这个 这个莴笋 这棵莴笋 我是种在小棚里的 嗯 所以 已经抽头了 我必须得拔掉 要不太老了 但它下面的叶子 都不能吃了 有点发黄了 后面的叶子 还可以吃 很绿的 这是早上 拔的这个香菜 还有一棵雪莉红 还有一棵卤笋 明天再吃吧 今天我说好了 跟朋友出去吃饭 这盆芋头啊 我准备放水里把它煮熟 然后去皮以后 把它酥冻了 可以分两三次吃了 那棵雪莉红呢 我把它切的 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放点粗盐 稍微把它粘一下 然后就放冰箱里 让它腌个一个晚上 然后装到瓶子里 你看这个是我之前做的 已经是满满的一瓶了 现在还有第二瓶 已经做了一半了 明天这个腌好了 我会放到这个 一半的瓶子里 我就是地里看到了 拔一颗 然后就腌了 慢慢存就存成一瓶了 把芋头洗干净以后呢 就放水 把它煮熟 等它煮到筷子能戳得进去了 就关火 然后让它放凉了以后 分成三份 两份呢 我就放在冰箱里 要吃的时候拿一份出来 另外一份呢 我准备炒毛豆吃 二十分钟以后 芋头 已经熟了 我让它凉了一个小时 但是我摸摸 哇 还是很烫的 怎么办呢 我就想吃啊 那就拿出来放在冷水里面 冲一下 我饿了 倒一点 新酱油 再倒一点点麻油 然后把 玉奶的皮剥了 哇 手势拿不了了 太烫了 我拿了一双筷子 在厨房里我就吃起来了 我的天哪 虽然有点烫哦 但是在 那个酱油里面滚一下 一点都不烫啊 吃了两口才想起来 看一下吃播 很弱 好好吃哦 一定要自己种 芋头 跟买来的不一样的 那个苗 朋友今天全部拿去 嗯 别的不用吃啊 就吃芋头 嗯 别的不用吃啊 就吃芋头 他也不说他也想吃 不给他吃 他说什么啊 说Chinese potato 太棒了 太棒了 5点半 准时给你们看 晚霞 这是昨天晚上的晚霞 我都担心啊 会不会下雨啊 但是Sam说不会 要礼拜四下雨呢 因为如果下雨的话 我就没法出去玩了 看看这个天空 晚霞是金黄的 多漂亮啊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